這個地方 在那個V螺環數查詢的時候 其實這個C4 其實也等同是業績 OK所以如果說你不用那個C4 你用F3 去抓那個業績這一欄的話 其實也OK 業績按個確定 那最後的結果做出來也不一樣 其實最後的結果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想說那用業績 跟用C4 其實那剛剛有同學會有問題是說 那個業績 業績基本上指的是整個範圍 可是為什麼它可以自動抓到 只有其中一個儲存格 因為業績是整個範圍嘛 而不是一個 其實呢 它在抓業績這個範圍的時候 因為我也只有一個儲存格 不可能把所有的東西 通通整個搬過來 所以它會怎麼樣 那還會參照到相對的列 比如說這個範圍裡面哪一列 我就同樣一列的那一個儲存格搬過來就好了 其他的話呢 就不會受到影響 這業績 那這個業績指的是這一列裡面的這個儲存格 OK 不過這個可能有些同學 比較容易 容易這個搞不清 就是會有混淆啦 所以像我自己的習慣 反而在這邊的時候呢 我可能就是直接的嘛 我如果不習慣用這種方式的話 那我乾脆怎麼樣 我就用什麼 用那個C4除以1萬就可以了 這樣也OK啦 兩個方法都可以 不過看個人習慣問題 那有些地方用那個名稱 基本上是蠻OK 可是有些地方可能就會稍微 容易再想一下 那還是以你個人習慣為前提 優優偏側啦 OK 所以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的那個將來如果要修改什麼呢 你的剛剛定義好了 因為剛剛我同學有定義的名稱 第一個可能定義錯誤 那定義錯誤的話怎麼辦呢 沒關係 比如說剛剛那個定義名稱的時候 假如說是配股數量表 剛剛定義錯了沒關係 你可以再點選下面 先選配股數量表 然後呢 點選下面的部分有沒有 有沒有 你可以再重新選取 比如說剛剛有同學 可能連上面也選到了 那你可能要修正怎麼辦呢 沒關係 重新再選取 選完之後呢 請你按打勾就可以了 OK 他就重新幫你參照到了 OK 所以盡量 如果像剛剛如果按照我剛剛的公司做 奇怪怎麼結果不對 那你恐怕還是要檢查一下 你的名稱有沒有定義正確 因為如果你定義名稱錯誤的話 那結果應該也是錯誤啦 那至於哪一個錯的話 可能你要去一個一個check一下啦 然後check方法當然就是不外乎 那如果實在是不知道哪一個啦 有時候乾脆什麼全部砍掉重來算 有時候還比較快一點點 有沒有像建立八個欄位 最快的就是什麼 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就好了 八個欄位全部都建立好 那實際上這種做法喔 其實跟我覺得跟資料庫比較像 比如說你那個範圍有沒有 就跟那個關聯式資料庫嘛 關聯式資料庫實際上就是 你就放一個那個什麼key嘛 以後如果你要查key所謂的就是編號 大部分用編號有沒有 你就用key去查這個key以外的其他資料 你不要把不相當的東西全部都塞在總表 如果你塞在總表的話 那這個總表會很龐大 所以理論上會怎麼樣 把一些其他的東西放在外部 那這個概念喔 我想跟那個資料庫還蠻像 V-1數其實也是利用 類似資料庫的概念在查詢 ok所以 這個當然名稱的話 以後如果你知道的話 就等同是把Excel拿來當資料庫使用 ok大概的概念是這樣 其他如果沒有問題做出來結果就這樣子 所以總共有1 2 3 4 5 那假如說以後你希望自動化 比如說以後一鍵完成的話 你又不想要重新想VBA 怎麼怎麼寫出來的話 以往可能是 教大家怎麼樣 要不就是用開發人員裡面 用錄製聚集的方法 變你又重做一遍 然後打勾打勾打勾 不過我覺得 用錄製聚集感覺那個彈性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你錄完之後 你要再做很多事情 導播你用 怎麼用VBA來寫 所以我剛剛有demo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產生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清除 清除我想應該比較簡單 一個是計算 計算的話就是把這5個欄位 所有的資料一鍵完成的話 其實當然你要這個按鈕你可以用錄製聚集產生沒有問題 不過我覺得錄下來真的太龐雜了 你光要錄啊 你看發現至少錄下來 恐怕30行跑不掉吧 因為他可能又要一堆東西 可是如果你用VBA來寫的話 邏輯也簡單 以後要維護也簡單 所以按下它 自動就全部完成了 那裡面大概程式大概就是有4回圈嘛 4i等於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對不對 然後呢 Sales的這個i列的D欄 E F G H 所以這邊有5個欄位 那也就是在4回圈裡面呢 你放5個Sales 裡面的話呢 就把他們公司分別丟進去就可以 因為前面都有講過啦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好了 我的習慣是 直接當然做完之後呢 直接來看 所以基本上呢 插入一個什麼呢 程序 程序名稱也許叫計算 4回圈這個都寫過啦 所以以後 我建議常常寫過的東西 也許你 之後如果要用 當範本的話 所以你就把它像我習慣放雲端上 因為雲端的好處 可以複製貼上 因為你以後寫完的東西啦 也一定也會有機會再重複用到 所以你記得就把它放在一個 你將來 可以找得到 而且最好 像以前是用照相 那個把畫面拍下來 可是拍畫面變一個圖檔缺點就是 你要複製貼不好貼 那如果你要重新打 對一般來說還是很麻煩 我發現 現在同學還是很討厭打程式 對我來說是很快 打沒多一下子就做完 可是好像同學打 光打這些程式 就會不熟啦 不過前提我是建議啦 你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把程式重新打過 但是如果上課實在來不及 還是當然先用複製貼上比較快 那裡面的原理原則是這樣啦 先做清除嘛 清除裡面的話呢 把它複製貼過來 再分別把公式做過 這個地方應該前面都做過 所以我就不再重複做了 因為你就是像這個中間的東西呢 實際上就直接拿你剛剛做完的這一個 直接把它複製之後 然後取消 那在貼上之前你可以檢查一下 如果換到下一列的話 有沒有哪一個數字會變動 而且變動剛好就加1 那個地方就是你要把它改成I的地方 大概就是這樣子 反正你只要照著我 我平常講的方法啦 說真的大概也夠用 而且應該也不太不至於會做錯 所以基本上就 慢慢就給他一個固定的SOP啦 所以我以後 後面上課的東西 基本上都會固定給各位一個SOP 反正你就照這樣做 這樣好像比較懶人式的 在學VBA 那好處就是你也不容易忘記 而且也不容易做錯 OK 而且很簡單吧 我想這些如果 講到 因為今天已經是第11次上課了 這些東西應該講來講去都差不多啊 而且我也不太敢寫一些太複雜的東西 因為太複雜的東西 對大家來說 負擔太大了 所以寫來寫去都這些啦 好那其他的話 我想應該都差不多 就加一個I 所以你需要學的 一定是回圈 然後呢 把東西丟到儲存格裡面 讓它可以work 這樣OK了 清除的話呢 基本上也可以這樣寫 不過你會發現 清除有個缺點 就是它的效率好像有點差 有沒有 感覺有點像一格一格的清除 所以如果你要快速清除的話 我是建議 你用那個什麼呢 用range的清除方法 前面好像應該有講過啦 不過可能你要自己再練習 一先把這個 先把它用什麼 我是用這個工具列裡面的那個 這個有個註解 有沒有把程式變註解 二的話呢在底下 用那個改為range 因為 其實你們將來VBA 要能夠再提升 就是越來越讓它範圍擴大 從一個儲存格 再到一個範圍 再到列 再到欄 再到工作表 未來也許到工作部 你如果這些都熟練的話 甚至裡面還有像圖表 樞紐分析表 它本身就是一個物件 你可以透過物件的概念 去控制它 你就可以丟資料給它 你也可以抓資料回來 好像圖表好了 其實它圖表就抓一個表格嘛 如果你要讓它變化的話 你就去修改裡面那個表格的資料 那個圖表就馬上變動了 OK 大概概念是這樣啦 至於要怎麼實做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好 那這個部分改成範圍的話 一一就是 先找到它的這個 左上角那個位置 所以我打一個range 這個應該沒問題 錢瓜糊 從哪一個開始呢 從D4 冒號 到哪一欄呢 我到H欄 所以H欄 那當然呢 我這個後面的話呢 就先把它結束掉好了 那等一下後面H 後面還有個什麼 列 所以我哪一列的話呢 我等一下打 點什麼呢 刪除 清除的話是clear什麼 打一個cl clear contents 記得不要選錯 不要用clear clear的話會把框線給去掉 所以你記得用clear contents 就等同是你按delete的鍵 一樣的道理 那最下面一列的話 你可以拿什麼呢 end end end什麼呢 上面不是有這個嗎 你可以把end 最下面一列 把這個呢 複製到這個地方來 這樣就ok了 意思就是說 我知道是H欄 但是我不知道H的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那我可以用追蹤的 ok 以後寫法大概這樣 反正換來換去 大概就是這些變來變去而已 ok 那清除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好像會有那個 一格一格的這種慢動作 現在會不會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一格一格輕喔 它是 咻 就是先 等於有點像整個 然後一下子讓它全部消失 那哪一個效率快呢 當然range快啦 不過其實啦 如果你範圍小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你範圍大的話 那就差距非常大 所以很多時候呢 同學會說 老師有些地方我的效率很差 跑好久 跑幾十分鐘都跑不出來 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把你程式裡面是用 儲存格的寫法 你可能把它改成用什麼 用range的寫法 那個如果可以改的話 你就這樣改 你這樣相對的效率一定會比較快一點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一個是計算 一個是那個清除 清楚的話 因為我們前面有講過啦 所以我只是把它再稍微複習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兩段程式呢 基本上呢 雲端上面 白板應該也有 也是在檢視與參照的那個 程式碼裡面 我記得應該是把它放在比較下面一點 所以你們稍微往下找 檢視就上個禮拜的那個 檢視與參照的程式碼 再往下捲動大概到比較中間下面一點的位置 應該就由我剛剛寫的那兩段程式 剛剛寫的那 對大概比較中間偏下面一點 那那個是綜合練習2的程式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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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